新手养鱼应该准备什么 无论做什么都有第一次 有人单纯靠自己摸索 有人喜欢参考一下别人的意见 这两种方式都没有什么问题 但前一种方式 有时候会将别人失败的教训种走一遍 不过一旦经历过 连误会更深刻 后一种方式可以有效避免别人错误的覆辙 但有时候又会陷入盲目照搬 很多时候把这两种方式结合起来 效果会更好 最近有些朋友让东归先生介绍一下 火山石缸的详细开缸过程 以及新手养鱼要准备什么 对于开缸过程 东归先生之前已经有过很多视频 往前翻翻即可 也有相应的视频合集 有些平台还没创建 火山石缸 无论是鱼缸还是硅缸 开缸真的是太简单了 将火山石颗粒筛掉粉末 不需要洗 放入缸里 栽上水草 用塑料袋等隔离一下 加满水 然后换两遍水 养半个月以上水草 之后放鱼下落就行了 除了裸缸以外 这基本就是最容易开的缸了 至于造井 这个每个人审美不一样 自己看着办就行 如果实在不会造井 那么就像东归先生这样 用个花盆栽上水草 往鱼缸中间移放就行了 下面东归先生主要来说说第二个问题 新手养鱼要准备什么 东归先生认为 作为刚开始养鱼的人 首先需要准备的是养鱼知识 想养什么鱼 这种鱼适合什么温度 什么水质 爱吃什么食物 养气需求高低 性格凶猛还是温顺 这些和打算养的鱼有关的知识 最好是提前了解一下 以免真养了后 出现问题两眼一抹黑 被越多养鱼后出问题的几率越小 如果只是想养着玩 东归先生建议养本地原生鱼即可 旁皮国斗虾虎条纹小巴金丝鱼等等 每个地区都有适合养的原生观赏小鱼 由于是本地土著鱼 基本不需要考虑温度水质这些 上手非常容易 而且获取也非常简单 一赶小潮网直接捞即可 养本地原生鱼既能体会野菜乐趣 也能体会养鱼乐趣 其次是准备养鱼工具 作为火山石古法生态养鱼 需要准备的东西不多 主要有养鱼容器 火山石颗粒 水草和水草灯 基本不漏水的容器都能用来养鱼 但从观赏角度来说 东归先生推荐超白玻璃鱼缸 现在超白玻璃鱼缸也不算贵 但效果会比普通热丸玻璃鱼缸好得多 比如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个缸 就是普通热丸玻璃的 水质其实和前面那个鱼缸一样 都是空气水 但效果确实差太多了 颜色偏绿 通透性不好 透明塑料鱼缸 包括亚克力鱼缸 现在也有很多人买 但这种缸其实更适合养爬虫 不适合养鱼 因为养着养着 透明的塑料就成为磨砂效果了 玻璃鱼缸擦擦就行了 塑料鱼缸无解 火山石颗粒使用红色黑色或杂色均可以 具体看个人爱好 颗粒大小三毫米左右 具体请参看东归先生前不久发的 火山石底沙科普那个视频 这里就不再重复说了 水草请根据缸大小 选择一道三种阴性素生水草 比如苦草 蜈蚣草 金鱼藻 小水蓝等 不管你觉得它好不好看 素生阴性水草一定要有 且应该是钢里的主力水草 因为这决定了钢里水质和氧气状况好坏 水溶胶草等水草 虽然也是阴生 但生长速度慢 净水和释放氧气能力低 不适合主力使用 放一两颗点缀环境还可以 阳生红色水草需要的条件 比阴生水草多 也只适合在于钢里做点缀 什么红宫廷 红丁香 小红莓 少量种一些即可 东规先生给大家推荐丁香 包括红丁香和紫红丁香 这种水草在东规先生这里 冬季室内水温最低5度 一般10度左右没冻死 重点是它真的十分好痒 无肥无炭 火山石底沙中生长得很好 十几块二三十块的 所谓全光谱鱼缸照明灯下 叶子也能保持红色 水草灯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选择 专业的非专业的都行 红色水草的最基本需求是蓝白光LED鱼缸照明灯 价格几块到三四十块 红色水草的最基本需求就是全光谱鱼缸照明灯 就是视频中这种多个颜色灯住的 价格会比蓝白光的稍贵一些 鱼缸 火山石颗粒 水草和鱼缸照明灯 这是养鱼的最基本工具 如果大家还需要倒井 请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选择 例如石头以及一些摆电灯 有没有都行 不影响养鱼 第三类就是用于处理食物残渣和藻的罗虾 食物残渣没有经过消化利用 恶化水质的能力远比鱼虾粪便高 所以需要搭配一些罗虾吃掉食物残渣 把它们变成粪便 黑壳虾苹果螺石螺等 都是不错的除食物残渣工具 同时它们也能清理刚毕上水草叶上的藻 这些工具罗虾也是要准备一些的 最后需要准备的就是真正想养的鱼 水草栽种好了 工具罗虾也都放进去了 养一段时间以后就可以放住鱼了 推荐养一些体型比较小的鱼 例如关备青江鱼 白云金丝鱼等 既好看又好养 旁皮鱼条温小八等也不错 除非是鱼缸非常大 例如60厘米以上 否则不建议养金鱼 金里草金鱼等体型大食量大的鱼 小缸养大鱼 水质很容易崩溃 由于是刚开始养鱼 经验不足 一定不要高密度养鱼 那样真容易收获失败 不管养什么鱼 先少养几条体验一下 有了经验后再慢慢增加 东归先生制作 谢谢观看 古法低成本 简单省心少花钱 养无归原生鱼 关注东归先生靠谱